可能耐克都知道自己的篮球鞋最近几年有 所以这次他们出了一个垃圾篮球鞋 又到了KicksVision的开箱时间 我是Captain 那上期开箱视频发出来之后呢 一位名叫霸鱼岛精神专科医院的朋友呢 说我的手势有点多 而且又老摇头晃脑 那这个建议呢 我收下 尽量以后不给大家在感官视觉上造成不好的体验 但是说实在的 你这个名字也是真的很离谱 给大家看一双全新的实战篮球鞋 来自Naked Basketball 名字呢叫Cosmic Unity 那上个周末 胡人的比赛中呢 浓眉哥安东尼·戴维斯呢 就在比赛中上脚了这个配色 那大家看到这双鞋的第一印象 会打几分呢 或者你从这双鞋看到了哪双球鞋的影子 在开箱奖鞋的时候呢 我们还是不能忽视鞋盒 那鞋盒 正面这有一大段英文 那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Naked Move to Zero计划 那这个计划呢 是为了促使零碳排零废弃 来保护体育运动未来为使命 而开启的一段新的真诚 这鞋盒也是有90%以上的再生材料制成 那在正面还有外侧呢 都有8个Swoosh组成的一个圆形logo 那也是Move to Zero的logo 那鞋盒的侧面的右侧呢 还有一个二维码 用手机扫描一下就能进入Nike推出的Move to Zero的专题页面 那其实这里面的内容呢还挺丰富的 那有之前的一些产品的介绍 也有Nike可持续发展的一些故事 那这个Move to Zero的口号呢 是在2019年的9月份提出来的 那去年此时 耐克的创新大会上正式发布了这个企划下的第一双鞋子 那就是Space Happy系列 那Space Happy系列呢 我也入手了其中的两双01和02 那官方宣称他们使用的材料呢 是来自于工厂的边角料和消费后的废料 其实每双鞋再生材料重量的占比也是不同的 那大约是在25%到50% 比如说那双我没买到的Space Happy03上呢 中底呢是由再生材料制作成的Creator Form 和内嵌的这个Zoom X组合而成的 那这双Cosmic Unity呢 也是Move to Zero系列的鞋款 那也是第一双服务于实战性能的篮球鞋 Cosmic Unity名字直译过来呢 就叫宇宙统一 那这个名字加上这个外观 可以说是很意识流了 那我们来看Cosmic Unity的鞋面 鞋面的编织纹路呢 看起来相当的复杂 斑点密布颗粒感明显 黑色的这个粗线条下呢 还有白色的线 对了这一次寄带的孔眼呢 和AJ34上是差不多的 那鞋带孔呢 都是由这种杀线而制成 希望不会有断裂的风险 那万幸呢 是这个鞋带还挺好看的 黑色 然后上面有绿 红蓝黄各种杂色 那再看Cosmic Unity的中底 也是这双鞋的重头戏 那从远处看呢 可能这双鞋就是一个 普通的黑绿色 那我们手上拿到的这双配色呢 叫Greek Glow 但是如果你仔细观察会发现 那中底的这块Creator From呢 其实是和Space Happy的中底很接近 但是外观的塑形呢 有点不一样 那Space Happy系列的塑形呢 更为简单一些 回收的废料呢 你也可以在鞋子的外底上拿下来 反倒是Cosmic Unity呢 就做得很细致 首先它的塑形呢 是为了考虑篮球鞋运动的一个要求 那仔细观察了这个Creator From的中底组成呢 你也能看到其他颜色的这个废料 残渣融入了进去 那当中呢 还包括了10%的Nike Great橡胶 那Space Happy系列呢 的中底外底呢 是完全一体化 而作为篮球鞋的Cosmic Unity呢 则是中底外底是分离设计 当然与Space Happy系列中的 中底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呢 Cosmic Unity的中底泡泡棉呢 还在这块凹进去的地方 做了一个网状的纹路 后跟这块呢 Creator From呢 还颇有几分凯瑞系列 诠释之眼的感觉 那如果只是Creator From呢 并不能满足篮球性能的一个需要 所以就在外底 我们就看到了这一次的气垫配置 那Air Zoom Stribble 那为了给大家看清楚 我们把这个鞋垫撕下来 那鞋垫底下呢 是无中底部的全掌Zoom Air系列 那这个气垫配置呢 和KD12一样 只是在后跟少了一块六边形的Zoom Air Cosmic Unity一开始曝光的时候呢 那外侧泡棉的造型呢 就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那外侧这两个椭圆形的设计呢 很容易让人想到Question 1的一个设计 那其实就像我们上级视频中所提到的 外观像并不等于是抄袭 毕竟也要考虑到功能性 那么这一次这块由专有的泡沫制成的Creator From呢 那在中底处的这个三处的凹槽呢 其实是为了减轻鞋子的整体重量 那在整双鞋的重量呢 有25%是来自回收物 那比如说我们上面刚才提到的这个鞋带 还有这个抽出的这个鞋垫 甚至这块全掌的Zoom Air器垫呢 都是由回收材料制成 那鞋外侧的这块Swoosh和鞋舌 两处的这个像圆形印章呢 都是注入了由部分回收材料制成的大理石纹路 那这一次耐克在Cosmic Unity上呢 也使用了全新的字体 不光是鞋底这个耐克的这个字母 还在中底前端上面的这个CMU001 也是如此 那001这个数字呢 还出现在了Cosmic Unity鞋舌的旁边 所以既然Move to Zero是一个大企划 那么Cosmic Unity的系列呢 只是一个开始 为难可能会有002 003等等等等 那这双篮球鞋的这个外底呢 没有多余的纹路 那就是最简单最粗犷的大号人字纹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如此稀疏的人字纹了 那在外底的中足段呢 还有如出一辙的外底的透明开窗设计 那外观呢和Hyperdunk 2016非常相像 光听这声音和摸上去的这个硬度 至少在抗扭转方面应该不会拉垮 那两双鞋都是使用了不同形状的全掌ZOOM-L气垫 但这双Cosmic Unity呢是没有中底部的 脚感呢应该会更明显一些 那这种感觉我觉得穿过KD12的朋友们应该会明白 说到这里肯定有不少实战党 已经很好奇这双鞋的上脚感觉和实战感 那在录视频的前一天呢 我也去了公司最近的球场 找了一位朋友让他感受了一下这双鞋 那让他上脚踩了踩也运球上篮突破 感受了一下 那我们就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怎么样啊 看这双鞋感受如何 我觉得这双鞋还行 就是中规中矩吧 气垫是挺舒服的 但是气垫多了就重心稍微有点高 但是防侧翻做得不错 就是气垫也有气垫的好处 然后重心高也能避免 就是像我这种平常打球组织比较多 然后突破比较少 然后头篮比较多就挺适合我这种的 然后这气垫确实挺舒服的 那看得出来主导设计的Rose Client 那为了不重蹈覆射呢 那全新的Cosmic Unit呢 在之前写款容易拉快的地方呢 都做得相当谨慎 那防侧翻呢 通过刚才的上脚视频的视窗横移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也能看得出来 那这双鞋在防侧翻上及格 至少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这双鞋的重心呢 也看上去不是很高 那相对于之前的Alpha Dunk和Airzoom BB Next T来说呢 那重心控制的很好 那第二呢就是这个外侧的Creator From 那它还是做了一定的防侧翻的设计 而且前掌外侧的这个中底包围呢 也稍微的坚固一些 还有一点呢 相信大家很关心就是这双鞋的价格 那目前呢我还没有看到国内的一个准确的价格 那国外的售价呢为150美元 那如果这双鞋是接棒Alpha Dunk和Airzoom BB Next T的话 那1399一定跑不掉 但是从配置来看的话 全掌Airzoom Strobel 那之前的KD12呢 也是一块全掌的Airzoom Strobel 加一个后跟的六边形Zoom 那它的发售价呢是1299 那这双鞋的价格呢应该会低于1299 去年和前年的那两双耐克顶级团那鞋呢 在国内的发售价呢都是1399元 那国外的发售价呢同为180美元 Cosmic Unity在海外的发售价呢 足足比上两款扛顶之座低了30美元 所以估算一下这双鞋的价格呢 应该会在1199元 看似价格合理 但其实如果能再低一个100块 我相信应该会更香吧 那就按照1199元算的话 那后期再有个折扣 基本上价格呢也能稳定在700块以内 那如果产能跟得上 那估计不少实战囊也会直呼真相了 毕竟现在来看Hyperdunk 2016和2017的这个价格 实在是有点太贵了 那再看到这双鞋被浓眉第一次在热身中穿上 到今天我们拿到这双鞋 那第一帮的造型呢让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Hyperdunk 2017的第一帮 那看到也有不少朋友呢 在讨论这双鞋会不会是Hyperdunk系列的一个继任者 从一开始的Hyperdunk Hyperfuse Hyperwrap等Hyper前缀鞋款的优秀表现来说呢 那让Hyper家族呢成为了耐克旗下 当之无愧的这个团队鞋的门面 随着10年Hyperdunk系列的终结呢 与过去两年AlphaDunk Airzoom BB Next的分屏不佳呢 虽然这期间呢 有着自动记载噱头的Adapt BB系列 但是这款鞋 高昂的这个发售价格呢 实在不是每一个学生党能接受得了的 提起这双鞋呢 我就想说公司里负责手稿栏目更新的 小明呢 他就是哑巴吃黄脸 有苦说不出 加上过去这几年呢 李宁预帅13 14分系列的火热呢 在国内的实战鞋圈里呢 耐克团队鞋的存在感呢 有点荡然无存了 有的人可能会说Zoom Rise也不错 但是从Zoom Rise系列的定位来看呢 那那双鞋呢 从配置和外观设计来看呢 就始终不是在耐克一流的这个门槛中 那在我看来 Zoom Rise系列的如今的位置呢 就如同当年的Hyperfield系列 那过去两年呢 那耐克也急需一双能收获口碑的团队鞋来稳住阵脚 那么今天的这双Cosmic Unity呢 是否能充当一双完美的救火球鞋呢 那相信还是需要时间来交给视频前的各位来验证 那视频的最后呢 我还想和大家聊聊一开始提到的这个Space Happy系列 那其实从Cosmic Unity的鞋盒呢 就能看出两者呢 其实都是属于Move to Zero项目中的一个鞋款 虽然去年的这个Space Happy系列呢 有着王一博的加持 但是销量呢和热度呢 仍然不是很高 简单分析下原因呢 第一我觉得可能会有产能不足的一个问题 那第二呢 可能就是大家对耐克这个故事大王的形象呢 已经深入人心 并不会盲目的跟风消费 那最近敦煌沙漠防护林被毁的事件呢 冲不上热搜 让我不禁反思 很多时候我们只是喜欢喊环保的口号罢了 甚至连我本人呢都是环境工程专业毕业 那如今呢却从事人们环境一点也不沾边的工作 那很多时候呢提起环保 你真的做到了坚持吗 那大部分人呢在这个时候呢都会说吓死一定 还有居住在全国各地所在城市实行垃圾分类的你们 是否在认真的坚持去分类每天产生的垃圾 其实我也一样呢当身边的奶茶品牌呢 那纷纷响应好之后把塑料的这个吸管呢 换成了一个纸质的吸管的时候呢 拿到后我的心里第一时间呢就想到这是真的环保 那当纸质吸管呢随着嘴巴的温度慢慢化了之后呢 纸质吸管呢就吸不上我最爱的淤泥泥泥泥了 只剩下一句还是塑料吸管好 有些人甚至会说这只是换成了一根小小的纸质吸管 那能够节省多少塑料呢 我不知道具体的数量与答案呢 但是我觉得每天喜茶门口拍摄常常的队伍 或许能够得出答案 Move to Zero呢这个系列的核心呢毫无疑问呢就是环保 那耐克用着最新的环保材料呢 创造着属于他们全新的风格 那从去年的这个Space Hepe系列这个科技感十足的名字开始呢 他们就想往大家的脑子里灌输一个想法 穿着回收环保材料制作的鞋子呢是一件很酷的事情 我认为Cosmic Unity的意义呢也是如此 那耐克正是想通过这双由塑料 垃圾品工厂生产的边角料 消费废料制作成的篮球鞋告诉大家 一双可回收材料制成的篮球鞋真的也可以打篮球 那也希望耐克能真的做到 Move to Zero提倡的零碳牌 零废弃 那真的能帮助保护体育运动的未来 做环保呢是一件持之以恒的事儿 没有坚持呢可能就没有可持续的发展呢 那希望各位在新的一年继续保持该有的环保意识 将下一次一定的话少说 争取在环保上做到这次一定 那就像看完我们的视频给我们来投币点赞素质三连 一样好了 我是Captain 农历鼠年的最后一条视频呢 提前祝大家春节快乐 合家欢乐 万事如言 牛年牛起来